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性就是你在组织这一套课程的时候 它是需要有继续的 这样的意思就是指说 我在设计小二的课程好了 你这个小二的课程 可能到小三小四小五小六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脉络 一个可以继续往上的组织内容 然后再来第二个顺序性呢 就是它当然会有先后的学习内容的关联性 所以你要先知道我在组织的过程中 谁是最主要先要学的这个阶段 然后接着是那个阶段要学的 再就是下个阶段要学的 所以它就是有个顺序的过程 再来第三个是统整性 你这一套课程呢 它是需要有一个统整的过程 那统整其实对课程组织非常重要 如果你今天再组织一个东西 你的组织是非常松散的 没有一个完整的大概念的话 其实这样的组织算是失败的 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泰勒德有效课程组织 这三个规准一定会考 所以这个叫真必考的题目 再来第二个Oliver呢 他提到说 课程组织应考虑三个面向 是哪三个呢 他有提到课程组织的ABC 第一个就是衔接性 第二个就是均衡性 第三个就是继续性 好 这个学者大家应该没有泰勒 那么常听到 不过提到的衔接性 其实刚刚在4-1的时候就有提到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个课程组织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衔接的想法在里面 一二三四五六年级 甚至到国中高中大学 这个课程需要一步一步像阶梯一样 慢慢的往上爬 衔接上去的 好 那均衡性的部分呢 就是指说我们应该在组织课程的时候 每个面向或是每个领域 或是每个组织的部分都要是均匀的发展 那继续性的话就不讲就像刚刚泰勒讲的那一个 继续性的意思是一样的 再来呢第三个 这两个学者他提到的是有六个面向 那第一个呢是你课程组织的范围 这个范围也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可能在进行课程组织的时候都会想说蓝图化的越大越好 可是相对的蓝图化越大再实施起来就会更难实施 或是说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所以你在进行课程组织的时候 你要先想好自己的范围要到哪里 再来统整性顺序性跟衔接性还有均衡性 其实就是刚刚上面两个学者都有提过了 所以我就不加以赘述 好 那常见的课程组织的三大规准呢 这边有在进行一个说明啦 我们再看一下 在顺序性的部分呢 他提到每一个继续的经验虽然建立在前一个经验上面 但是针对同格题材 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更深更广的处理 其实他这边有一个例子就是指说 那个Brunner的螺旋式课程的形态 就是顺序性跟继续性的最佳代表 大家记得那个图吗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嘛 然后有趣的是它下面的螺旋是小小的 然后到上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是螺旋式课程的一个图像表达 我觉得那个图画的蛮有趣的 而且很容易记 你很容易知道它要表达什么 我觉得这张图就算蛮成功的 好在继续性的部分呢 里面提到说 课程中包含的因素在不同的学习阶段 予以重复 它的重复是指说 比如说一二年级课程出现的民主法治概念 二年级可以再出现 到中学国中也可以再出现 那当然出现的形态会不同 因为小朋友的学习阶段也不同了 但是这个大概念的东西是应该要一直重复 一直继续让小朋友熟悉的 然后再来第三个呢 是统整性的部分 统整性是指说 课程因素的 横的联系或是水平的组织 所以它算是很像的 继续性是纵向的 然后那个统整性是很像的 它意思是说 把课程当中各种不同的学习经验 跟学习 课程内容之间去做一个适当的关联 也就是说 小朋友的学习经验 跟你今天要给他的课程内容 他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就是统整性的意思 比如说中秋节 就可以结合国文课的 床前明月光这首诗 社会课也可以连接到 他们可能社区有办什么赏月的活动 就可以把这两个领域的学习经验 结合在一起 好那接着讲到 顺序性的三大提论 这三个提论 其实刚刚在四支一吧 有讲过了 那为什么要一直强调顺序性呢 我觉得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组织它是一个 有横向又有纵向的动态历程 那为什么纵向很重要呢 因为小朋友的学习阶段是一直往上的嘛 所以你不可能都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那一直往上过程中到底谁要在这边谁要在这边谁要在上面 这个是你在组织过程非常需要注意的 如果说小朋友才在这里的时候 结果你组织的东西是比较上位或是比较难以在他这个阶段理解的内容 那这个组织就算失败 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组织是无法让他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顺序性在课程组织要素来说算是蛮重要的一点 而且是蛮关键的一点 那当然也是不好处理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事前要先想清楚 就是要把你的教材还有学生的学习经验去做一个剖析 然后去排出一个顺序 好那下面有提到课程组织的其他常见规准 其实这个刚刚也有出现过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我们就简单讲一下 这两位学者呢有提到衔接性的重要 好那这边有一张小图 这张小图其实就是刚刚四之二的某间学校的校本课程的图像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衔接性是横向的对不对 他是一个横向往另外一边跑的一个图像安排 所以衔接性其实它虽然以横向为主 但其实也是有垂直的关系 所以就是垂直跟水平 就是课程组织里面衔接性的规准内涵 好那四之三就先到这边啰 在这边上有点小时的一步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再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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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